董华哥 怎麼看這個顏寬恒他的選戰策略 他所提出這些議題是會讓大家討論 轉移掉他的那些資產的這個風波 還是把這子彈打到自己咧 顏寬恒要的不是這些票 所以他不回答 或者打非所問 你問他會他打咪 所以那個白喬一那個就很經典 就提醒你不要真的回答 提醒顏寬恒不要真的回答 教他怎麼講 不是 他們早就背好了 背好了 所以你就聽到他那個打非所問嘛 你把那段記者的提問跟顏寬恒的回答 你聽說 怎麼這樣 顏寬恒為什麼會完全不在乎答非所問 因為回答問題的 會聽這些事情的人 本來就不是顏寬恒的票 返鄉投票的人大部分也不是他的票 他要的是在地票 他要的就是他們家可以拜訪到的票 他要的就是領地長可以接觸到的票 他是要把這方面的票拉高 所以他不要跟你回答 他要提告 讓你不大敢講 好 我們回來看胡志強 胡志士長 他當年是怎麼輸給林佳龍的 三個原因 第一個做太久 做了13年 那時候常常開玩笑 他當台中市長第一年出生的小孩子 到那一年的時候都已經可以念國中了 好 那做了久也不是問題 那時候房地產炒太兇 對 失敗 土地 胡志強本來不可以不用留下這樣子的一個定位 就是變成一個土地開發市長 可是他最後他做了其他事情大家記不住了 都被土地開發給蓋掉了 第三個關鍵是什麼就是治安 那時候台中市的治安爛到一塌糊塗 動不動就有鞭炮聲 好 林佳龍的內 大家可以自己憑心去想一想 有沒有那麼糟 有沒有好一點 或者槍聲有沒有少一點 這個就是 觀眾朋友 你自己去想 那個時候新聞多不多 或者如果你是台中人 那個時候你聽到的鞭炮聲多不多 盧秀遠盧市長上任之後 有一段時間還好 可是從去年開始 去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到今年 你忽然間覺得鞭炮聲變多了 到了最近就變本加厲 棒球隊出來了 棒球是我們的國球 什麼時候棒球隊這三個字變得那麼負面 你知道台中市早年 我們在講金融哨棒的時候 都是我們台中的啊 怎麼會變這個樣子 好 言寬盧你在講社會安全網 第一件事情 你打到的不是蔡英文總統 你打到的是叫盧秀彥 打到自己人啊 因為 治安的第一線 第一線是誰的 縣市首長 當然是縣市長的 縣市首長 但是中央沒有責任嗎 中央當然也有責任 但他在第二線 在內政部 在警政署 這個權責分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當你在問社會安全的時候 而且發生在海線 發生在大甲 在台中的地方 哪有棒球隊 講出來是更小 對 這關事你們怎麼會去說這個東西 對 在地 在地 有棒球隊你們不知道 你是在地 你不知道是怎麼有關事 會出來 你記得要叫在地嘛 在地這兩個字 喊在地這兩個字 它是有多重意義的 你講安全 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的選情 在明年選情本來是非常穩的 可是盧秀燕你不要被這些棒球隊 這些長生 對 把自己給毀掉 是 所以盧秀燕要更緊張 嗯哼